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要画一个城市业绩 所以你需要一张纸 给它搅出这种高楼的形状 有的可以高一些,有的可以低一些 来搅一个细一点 然后把它贴在你要画画的这张纸上 我们贴一下,要不然它会到处跑 拿一张胶条在这贴一下 有一点不齐,没关系 然后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哦,这个蓝色看得不太清楚,对不对 没关系 先用一层这个颜色 有的颜色呢,比较亮 有的颜色比较暗 这个是比较暗的颜色 那我们再加一些亮点的颜色 然后再找一个浅蓝色 你看,这个就亮一些,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混合的颜色比较好看,对不对 这样就对了 先把这个边给画得很清楚 这样画出它的边 一定要用手摁住它,对不对 这边画得很清楚 好,这是第一层 这边要给它那么的清楚一点 好了 然后我们再用 或者是用一个橡皮 或者是用一张纸 一张纸 就这样 现在可以偷偷的看看 偷偷看一下 挺好玩的 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再做第二层 第二层 第二层呢,我们可以翻过来用它 对不对 第二层翻过来用它呢 这样吧 嗯哼 这样 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翻得整整齐齐 或者是翻得不整齐 需要一些新的胶条 第二层 哦,有点高了 好,就这样 第二层 第二层呢,我们用另一种颜色 用红的好不好 哦,这个红的又是看不出来的颜色 没关系 待会我们再用一层浅的颜色 这个红呢 是透明的颜色 那样 用美术上的词呢 叫 叫 透明 Transparent 用英文呢 就叫 Transparent 我们再 挑一种 不透明的颜色 不透明的 叫 Opaque Opaque 挑一個不透明的粉色吧 這個就亮一些了對不對 不是特別亮啊 但是比剛才亮一點 邊弄得很齊 邊弄得很齊 這是第二層 再用這個紙擦一擦 好了這是第二層 我們現在再做第三層 第三層再翻過來 可以用這裡 乾脆我們再攪一個新的圖案 第三層是不是 攪成一樣的圖案 讓你的這個樓呢 看上去更好玩一點 對不對 可以再出一個細細的 細細的 細細的 我喜歡這種細細的 要尖尖的 放在這裡 第三層好不好 第三層放在這裡 那麼我們就需要又沾一層 又沾一下 不要動不要動 這層我們用咖啡色好不好 咖啡色和黃色 這個挺深 不錯不錯不錯 但是我們還用一層更淺的顏色 待一會兒 再用一層更淺一點的黃色 這個就淺一點了 要耐心 一定要耐心 一定要耐心 畫畫很重要很重要 是要有耐心 對不對 我們不再跟誰比 不再跟誰比 誰快誰慢 我們再跟誰比 誰會耐心 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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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過梳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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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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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我們再畫一層 最後一層 我有一點不想畫 我想畫樹 畫成樹 還要畫 這個嗎 嗯 嗯 我们给画成树吧 这个时候我再搅一张 这张之后我们可以留着明天继续用 一张一颗的树 是不是有一点像树的形状 对不对 再贴上 树呢应该是绿色 对不对 这个灯从这里发出来的光是绿色 其实用什么颜色都会很好看 对不对 用一层深绿 然后待会我们再用一层浅一点的绿色 现在是深的绿色 现在要用浅的绿色 一定要小心 用很大的力气 但是又不能把这个笔给用断 不要拿得很高 这样子笔会断 拿低一点 现在呢我们可以画一些星星和窗户 窗户呢可以画得很随便一点 有的 有的 这边再画一层 嗯哼嗯哼 这有一点点奇怪 是不是 再画一层 画一层蓝色吧 画一层蓝色吧 现在我们来画窗户 画上窗户它就像了 需要用白色或者是灰色的窗户 画一个灰色的窗户 有的窗户灯是亮的 有的窗户灯是关着的 所以有的窗户是亮的 它就觉得很好玩了 画两个窗户 一有这个窗户 一有这个亮光 它就觉得很好玩了 对不对 就很像城市了 有的窗户 有的人家关灯 有的人家开灯 对不对 有的人家开灯 对不对 然后天上我们再画一个月亮和一个小星星 月亮 月亮从这边弯过来 这个月亮不太亮 需要用白色 然后再加一点点黄色 再加一点点白色 再加一点点黄色 我们现在找一个漂亮的黄色 这个是漂亮的黄色 然后再画几颗小星星 这样就是一个城市的情况 就画出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很微笑的 但很明显 听话说 但是就是这个镜头 可以充满四周 看这个镜头 是什么镜头 好